《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 昨天9月1号接受了福克斯商业新闻网 叫做今晚多布斯 Low Dobs Tonight这个节目的采访 采访内容再次聚焦到了中共盗窃美国科技智慧产权 关于这个中领馆是个间谍窝 还有这个中国留学生限制的这个话题 主持人是怎么开头呢 他用这个中共外长王毅八月初的一个说法 说美中进入了新冷战 拿这个说法来问蓬佩奥 说这个新冷战已经确定了吗 大家注意很有意思 这是非常有意思有深度的提问 这里面有坑 一般人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你顺着那个走 你肯定还是否定啊 你要说确定了 是进入了新冷战了 那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如同当年 美苏之间成为敌国了 除了没有直接向对方扔原子弹 所有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式都已经具备了 王毅这么说本身呐 他也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表态 为什么呢 冷战的概念谁提出来的 西方 是西方政治家和思想界提出来的 如果美国承认现在中美之间是新冷战 你按照逻辑来说 这种敌对似乎就是一脉相成 敌对就是西方国家造成的 就是美国造成的 于是就把中共从中美建交之初 中共就开始战略隐身 什么这个韬光养晦嘛 计划的对西方渗透中共的这些阴谋 它隐藏过去了 隐藏了中共一直没有放下的作恶的念头 这个念头被忽略掉 而美国成了掀起敌对状态的罪魁祸首 那中共自然就成了什么 无辜的受害者嘛 你说这个坑 这个坑不仅王毅在挖 中共在挖 连美国不少拥抱熊猫派到现在也帮着中共在挖 宣扬所谓叫修西底德陷阱的这个概念嘛 也就是说什么呢 说美国是因为害怕中国的崛起 害怕中国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而对中国进行压制 这种说法 朋友们 第一 扭曲了美国现在对中共制裁 这个制裁的正义性弱化了 第二是什么 是帮助中共继续欺骗中国人呢 只要中国人不好了 日子过不好了 吃不上饭了 谁的错 美国的错 是美国的阴谋 美国不想让我们崛起 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 中国的一切不幸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而中共又成了领导民众抵抗侵略 成了救国救民的英雄了 所以不要轻看王毅这么一句 说美中之间进入新冷战 这里面含义很深的 那么蓬佩奥要是不承认呢 那好 那福克斯记者 当然就会代表很多人就问了 说既然没有到冷战的那个状态 川普政府为什么出台这么多强硬政策 为什么即将出台这么多的强硬政策 是不是显得咄咄逼人 太霸道了呢 中共为什么要恨蓬佩奥 甚至是党媒 这北京电视台 专门弄一个叫做三性加弩蓬佩奥的节目来损 你这种超出媒体底线 超出人的底线这种谩骂式的节目也拿出来 真丢人 那为什么愿意做这节目呢 因为蓬佩奥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 的确有他过人的让中共不爽之处 我们看蓬佩奥怎么绕过这个坑的 又是怎么把事情讲透的 蓬佩奥说 是的 用冷战来比喻两国关系的确是有相联系之处的 但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 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说这话妙不妙 第一 他没有否认两国之间现在这个糟糕的状态 但是不让自己说出来冷战的概念 而是说有联系之处 也就说什么 是你王毅说的 我觉得你这个表达呢 跟当年的冷战有类似 这一下就把冷战这个西方概念 送给了王毅这个战狼部长 你不要把造成敌对状态的责任推到美国身上 然后非常尖锐深刻的进行补充 谁的责任呢 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做出选择了 也就是说不是国家领袖了 不是president 习 而是中共的党魁习书记 是他选择了冷战 他挑起了纷争 所以高水平的媒体 高水平的主持人 你知道吧 这高水平政治家吧 一问一答之间已经完成了整体布局 也帮助大众了解真相了 了解未来美国相应政策出台的合理性 你为什么这么制裁中共 你为什么要出台相应的这些外交政策 合理性在哪里 这蓬佩奥警戒就进行了补充说明了 为什么说王毅所说的这个中美新冷战 是习近平的选择呢 或者说是习近平导致的呢 习近平在各方面都做了明确表态 扩充军事力量 是不是 外交努力 搞一带一路 发展一大堆的附庸国 中共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 争夺霸权的专制政权 给全世界带来不同的挑战 蓬佩奥顺带就解释了 你给全世界带来挑战 肯定也挑战美国嘛 美国为什么要关闭中共的这个休斯特领事馆呢 再解释 美国主动升级这一圈的 这个外交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习近平选择了挑战世界嘛 中共在国内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挑战 日子很难过 反而强化在海外 有统战部统一领导行动 再加上更密集的动员更广泛的 盗窃美国技术知识产权的行为 越穷的越要偷嘛 偷来马上就能用就生财嘛 就这么个逻辑 那么休斯顿领事馆的就是一个间谍窝 蓬佩奥讲述了目前两国关系 和冷战的相同之处后就说 与冷战还是有不同的 不同之处在于什么 我们面临一个共产党挟持的14亿人口的国家 我们面对的是这个国家的挑战 这个国家经济年均GDP增长6% 让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然后说川普总统将在这些方面一一反击 蓬佩奥就透露了 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里 人们将会看到川普政府在更大层面 采取非常严肃的行动 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蓬佩奥说 这中共拒绝像一个正常国家的样行事 拒绝正常的经商方式竞争 到时候偷嘛 是不是 美国对此已经容忍了几十年 那么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这个限制 蓬佩奥说的限制 究竟要扩大到什么程度呢 是否会全面禁止呢 主持人很及时的提问 其实这个提问代表了众多华人 还有很多留学生的这个担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前一段时间 川普政务这个决心下的动作多狠 对中共军方背景的学者和留学生下达驱逐令 说干就干 当时这个人群的人数有三千人 相对数十万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少数 但是这个行动的坚定和迅速已经是很有震撼力了 而且话说三千人也真的不是个小数目 这么一大群的人群 我们做过节目分析过 这个举动可不是简单的说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你美国不让我呆了 不让我搞研究了 我回国一样搞研究 不是的 不但这些人失去了 在美国获得最新技术科技方向的能力 连基本的研究也因为工作软件的禁止使用 中共整整一代的军工科技产业都会受到巨大打击 不出东西 你拿出东西在美国的这个工作平台上 你得才能拿出东西 美国不给你这个软件 不给你这个工作平台 你费老气了 你就算拿出东西来了 你的研究成功跟世界还不合鬼 所以是不是 那路就走的就漫长了 以后就长得跟美国的先进飞机和潜艇很像的 自主开发的中国武器会越来越少了 没机会偷了嘛 这几天德州大学也开始行动 突然通知是中国国家留学基金支持的 这些学者留学生立刻终止学业达到恢复 也就是说 你看得出来 只要是跟中共政府有关联的都会遭到限制 那么这种限制会不会最后发展 为全面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呢 蓬佩奥这么回答 他说 我不知道总统在这一个问题上最终会做什么决定 他们不是全部都是间谍 但其中很多人有这种嫌疑 他们受到中共的监视 受到中共利用 他们的家人回去后又会受到中共的监视 这些都是由中共政府做下来的 目的是确保海外的人始终为这个集权卖命 蓬佩奥这个言外之意是什么 就是如果中共不改变利用海外留学生的做法 或者换句话说吧 这海外留学生不主动的迎合中共政权的这个态度 你不把这个态度给改变了 你别去迎合这个中共的政策 你得抵制中共把这种每个海外华人 都当作可以利用的单兵武器的这种做法 你要不抵制这种做法 的话美国政府的决策 是很有可能走到全面禁止这一步的 中共要你这么干 你还愿意吗 他就这么想 毕竟联邦调查局长雷他说过了 联邦调查局现在手上有2000个和中国有关的间谍案件 此外是每差不多10个小时 就会有一个新的立案 与中共相关的反情报调查 这么大面积的这个覆盖率 这种像群众运动似的间谍活动 你最后就是逼迫川普是一刀切嘛 毕竟说实话联邦调查局也忙不过来了 他也没办法去跟踪鉴别每一个中国留学生 所以这个事继续在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几乎是一定的就是最后会对全体的中国留学生 做出这种惩罚性的限制 因为啥 因为中共不退出历史舞台 它就拉着每个人呢 就这么一个形式 能改变这种形式的是谁呢 就是每个留学生自己 你得自己站出来勇敢的对中共进行切割 你又不切割 然后呢 美国人一看 这么大的比例的留学生都能给中国偷东西 那不就害了你们自己嘛 是吧 另外呢 蓬佩奥也提出了说希望到年底 三个月内彻底关闭美国境内所有的孔子学院 这里没有涉及相当多的学生 和这个中共外派的教师和员工了 对吧 一样的 就是大家清楚现在中共什么状况 除了它最后被毁灭之外 它不会有第二条改良之路 你改不了它 那改谁呢 你改变自己呀 改变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逃离中共 你可以退出中共 这是可以做到的 昨天蓬佩奥说这几天会有大动作 今天就兑现了 真的来大动作了 什么呢 在国务院举行的这个新闻会上 蓬佩奥就正式说谴责中共对美国外交官实施的 不透明审批流程制度 然后做出一个重大的宣布 要求中共驻美国的高级外交官 你访问美国大学也好 你与地方政府会面之前 你得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这是川普政府对抗中共的最新举动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开篇的时候 咱们的观点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不要掉入一个误区 好像美国又再次主动发起挑战 升级冲突 蓬佩奥强调了美中外交必须对等 用大白话来说 就是你做出一我才做十五的 美国的行动 对中共外交官的这种限制是明面上的 而中共早就偷偷摸摸的数十年以来 众所周知的 对所有驻华外交官进行刁难 进行广泛的监视 我们接上那些戴红袖标的朝阳大妈干什么吃的 都是在盯着你呢 甚至是让驻华外交官的 根本没有办法履行正常的外交公募 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网站上 再次就美中外交应当对等这个问题发表声明 他解释说 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想举办个谋话活动 举行个正式会议 也访问什么大学校园 也受到阻挠 所以今天美国反其道二行之 对吧 你要见大学的人 你要在美国接受地方政府的这个邀请后 你们搞什么活动 你报备 这一招也是在为这个11月份 最后的大选冲刺做些预备 因为中共在此之前利用自己的外交官 对州一级的甚至县一级的 美国的政治进行干扰 这已经是明面上的事 所以呢 也在限制他们这种行为 那么说呢 这外交官自由接触美国社会 这个中共获得了这种特权 它无视美国为改善这种平衡发出的 这种持续的请求 那么针对中共长期以来对美国外交官的限制 然后呢 这个蓬佩说了 我们呢 做一些对等的处理 在美国 驻中共的这些大使馆被中方拒绝访问 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种社交媒体这个事情 还有是中国公民被禁止使用 像这个Facebook、Twitter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这些事情 美国呢 也有些反制措施 那就是要求中共在美国的使领馆呢 一个是你参加超过若干人的这个文化活动开party 美国国务院批准 另外呢 要让所有的这些中共使领馆的官方社交媒体账户 要加一个识别 这是中共政府的账户 你不要再搞瞒天过海的事情了 这也是在这个双方驻对方的这个使领馆的一个对外窗口 这方面进行个对等的处理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文件 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对于驻华的外交官是怎么刁难的 你不要光看这个外交部的这个里宾司的这些文件 看起来挺好 挺照顾这个驻华外交官的 你要看他这个给自己地方政府发的 怎么样去处理驻华外交官的这些文件 你看 甚至地方政府要跟驻华外交官员搞个活动 都要到外交部里宾司去申报 什么叫申报 那就不是一个就是惯例的那种报备 说某个国家外交官来 我们这来了 我让你知道一下 不是 你得申报 就申请啊 申请就意味着什么 就很有可能被拒绝 或者被延续给拖沓 最后根本就没办法搞这个活动 这就不是简单的报备之情那么简单了 实际上就很有可能就是控制你 甚至就不让你做 实际上就是中共从这个最高层 从外交部这一层 从中央这一层 卡断了地方政府和国外的这个正常交往 你想想 连中共自己人 自己的省一级的政府 都这个刁难程度 你就可以想象 在低一点的地方政府 到县一级的市一级的地方政府 甚至是民间组织 甚至个人 几乎就不可能跟外国使团接触交流了 这种限制在西藏问题上 在新疆再教育营和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 因为世界更多的关注了嘛 所以中共就有更多的隐瞒真相的这个需求了 所以这种交流和接触 在2018年2019年之后变得几乎就不可能了 因此呢 就不是就说蓬佩奥 是美国这边突然就心血来潮 要限制中共外交官的行动 而是什么 你做出于我做事务 是个对等待遇 只不过是美国把话放出来了 把行动公布出来 要求你中共外交官应该怎么做 中共那边是一直是偷偷摸摸 习惯的就是黑箱操作 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做 反正你就做不了 正如蓬佩奥在说的 他昨天接受采访 他说了 未来几天数周之内更多行动展开 你看 手心用 是不是 一下就出来了这个大动作 我想今天的分析和跟大家的这个分享 就是希望咱们心里面就要有数 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中美这个对抗 很多事越来越多 出的事越来越纷杂 然后出台的这种对抗行动越来越频繁 对这些事咱们要有个清晰的线索 谁挑起的对抗 对抗的每一步升级的缘由 而是每一次对抗和升级 双方最终你想干什么 就终极目标是什么 你看这习近平这边 这怀里一直揣着毛泽东那个 来不及插到全世界的小红旗 它一直揣着怀里暖着呢 中共一直是没有放下对世界秩序的摧毁 对西方的渗透与控制 它始终没有忘记这个解放全人类的使命 但是解放给它打一个双引号 而美国这方面呢 川普一开始是干嘛 它真的试图去挽回公平 逼迫中共兑现20年前进WTO的时候的承诺 国民待遇嘛 不仅对企业 你对美国的外交官 你也应该是一种国民待遇呀 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外交官到你那怎么样 我也对你怎么样 这一种公平 到现在发现没门 而你要中共公平就跟要中共去死一样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于是美国所有的领域现在都在什么 都在提高极限施加的趋势 科技上咱们说 你看华为 原来是华为业务做不了了 那不行 不光是做不了业务 一定要最后摧毁华为 科技企业制裁不够 国营企业接着来 原来新疆的问题制裁了一批科技企业 对吧 这次南海问题打的全是国营企业 那中共打的是中共的支柱产业呀 战略性企业 也要碰 也要制裁 是不是在升级 台湾原来说作为第一岛链的一环 光是恢复它这个说 传统亚太地区安全地位还不够 不光你要在那里当一个航空母舰 做一个卫兵 还要建立邦交 最后要实现美国在台湾驻军的现实存在 这就是要达到什么 要碰触中共设置的外交红线 最红的那条线 要摧毁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直到中共崩盘 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中共你要世界的命 你要跟你欺负中国人一样欺负全世界的人 那最终全世界就会联手要你的命 咱们这个今天节目就是什么 就是要看到就是两国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趋势和走向 大势已定 大势所趋 这个时候的选择不仅仅是对谁强谁弱 谁优谁劣 谁胜谁负 不是光光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去站队 而是善恶的生命选择 江峰漫谈 咱们今天内容说到这 咱们明天接着说说这个内蒙的事 说说那个奇葩的中共政权 咱们就招惹了铁木针的儿女 咱们明天见